为善为人民的生命健康 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 今天年少台北和台中 做会接规记者会 回避民进党以行政命令 参加台风议会 通过是安丁的违法 因此接规台风主题优利 人民健康爱护的记者会 本书大法官要以法公正来实现 地方自治有理 人民健康要顾 大法官不断借着解释 要求执政的政府 不管是民进党也好 还是过去的国民党也好 重视人民的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你们过去一直说 你们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莱猪也好 核实也好 我们真的看不到 你们民进党政府 到底有没有重视人民的健康 我们地方一定要定的 比中央还要严谨 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而且我们依我们是民意代表的身份 监督是我们应要的责任 所以我们会提出视线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央 我们的大法官 未来一定要依法公正视线 委员表示 他旧台风制度法 台南 台北 台中和家庭的事案条例 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款 因此国民党团希望 20日后大法官 照顾认法的法定心理的时候 应该的行为认法 保障基本人款的健康款 让尊重生命 现代法定精神 会可以真正来误息 台南新闻 优优优独播剧场